我從來沒有忽略她 我只等於所有的時間都給她 嗯哼 潘若迪女兒傻瓜的稱號 真的當之無愧耶 所有工作先生忙 我一定都在家陪她 這不是在上班 就是在忙著陪女兒的潘若迪 十下午就被我們直擊 開著要價195問起的Lensis休息車 來到士林區的小學 她老婆下車來到學校門口 哇 女兒拉拉真的很愛爸爸呢 一見面馬上跟潘若迪討抱抱 就著全家離開學校坐車前往下個目的地 欸不是啊 接到女兒後的車速也慢太多了吧 這位爸爸真的偏心得很明顯耶 在經過漫長的歸宿行駛後 終於來到內湖區網球中心 拉拉一手拿著網球拍 當然囉 另一手就是跟最愛的老爸千金金 一家人先到二樓的咖啡廳 和一位身材高大的網球教練會合 接著啦 終於來到本片新聞重頭戲 網球課程時間 當母女兩忙著追網球跑的同時 潘若迪則坐在球場滑手機 一樂道新聞 這就是我不太敢生第二個原因 我怕我很快就走了 體力太好 發導